人家說活動活動 要活動就要活動 我們台灣現在已經進入可能的社會 郭建樹已經前三十四檔 基盤 阿公阿嬤活力秀的比賽活動 希望可以鼓勵阿公跟阿嬤 作為出來活動經過 能夠留空間 就好了嘛 以前人沒有在手感情 拿出來就吃拍攝了 還想要笑一個感覺 不然小孩這麼多的會不會 小孩這麼多的會不會 九十六歲 最近阿嬤說在他們保守的年代 連跟阿嬤的牽手都是很難生的事情 她說她做夢也不太受過 有一次會在台上跟阿嬤的 到頂挑他們人生的第一首舞蹈 而且又得到第一名的身體 為到要鼓勵 是可以保持快樂的身體 還有建樹對民國一百年開始 每當都會基盤阿公阿嬤活力秀的比賽 今年一定是十四檔 還有建樹希望可以演出這個活動 可能這段高齊的老大人 可以用跳舞來典現他們生命的活力 阿公阿嬤活力秀 這是我們專屬我們中北辦的活動 這個舞台 可以說是他們的星光大道 每年阿公阿嬤都很期待 這個活動的開始 根據國建樹的統計 台灣在2025年開始 美國人就有一位是六十九歲以上的事件 近日超高齡社會 他們也鼓勵出來的事實 可以常常背叛阿公阿嬤到頂到社區 來參與活動 記者的阿嬤正準優台北報道 名字熊 很 airborne 不要再歐